What's up guys 今天我跟大家review到Nature Supplement 非常簡單爽口的Chicken Brist Dishes 完全沒有任何Fumes 也非常適合在中訓後享用 So let's start Peace 那這一道雞胸肉料理的做法實在是太簡單了 那我今天準備的材料有 雞胸肉 小黃瓜 蒜頭 芝麻沙拉醬 還有我們的白胡椒粉 這些都可以在全聯就買得到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先把雞胸肉過個水 然後給它蒸下去 So we can prepare our ingredi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any ways to lose weight It could be in front of water in front of fat I'm ready for your food 像戴依剛剛說的減重的方法有很多種 其中準備好自己的一餐是很有效的 在蒸肉的同時 我會把小黃瓜切絲 蒜頭切碎 同時我會做兩組肩腿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盡量把你的上半身固定好 最後搭配一個羅馬尼亞式硬曲 並且在中訓後一小時內 攝取營養的一餐 好讓我的雞肉呢 即是補充養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已經利用蒸肉 同時把備料都準備好了 對 但其實我今天原本想吃的是牛肉麵 不會有點懶得出門 所以 OK 我們先能做的就是 等待 實在是太興奮啦 因為我們的雞胸肉已經爭熟啦 實在是太香啦 各位 要想身體健 食物要新鮮啦 接著上來 我們就可以把雞胸肉做趴絲的動作 要記得 不要巴絲巴的太酥 會欣賞口感 都完成以後 就可以把它們搬在一起 好啦 那我來講一下吧 做菜 做菜 要有做菜的樣子 好啦 拌在一起 嗯 不錯 原汁啊 原味 OK Everybody 你還不訂閱嗎 要我到你的後面去 拍拍你的肩膀 告訴你 少年咧 右下角一顆 麻煩給他按下去吧 拜拜 我來 OK 今天給大家拉地賽 到這邊啦 拜拜 拜拜 對 我們這次的拍攝有 爭取到他們 這些youtuber 同意嗎 哦 說到這個 你知道嗎 因為在決定要拍攝這個議題之前 就是我的夥伴 他已經先去問過了這八位 就是健身youtuber 然後本來中途模仿到一半 我本來就想要放棄 因為 太困難了 但是 我的夥伴已經問了 所以沒有辦法 我只好硬著頭皮 就做了 做得到 我現在進去 我現在進去 一分之一